上线我们先来一组十连召唤 来吧 看下能开到什么英雄 二十个古兰特王的碎片可一般吧 今天也是暑期活动的第四天 我们今天充值一下 就可以领到四十个传说英雄选择器 随便买个礼包 好的 我们买了一个三块钱的小礼包 其实这边买一块钱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把奖励领取一下 好的 领到四十个传说英雄选择器 大家好 我是小鱼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奥特曼传奇英雄 好的 今天小鱼来挑战一下火花试炼 目前咱们打到了蓝度三的第一张 这边是有一个力量试炼 我们选择杰斯提斯 然后再随便选两个英雄吧 关于六星直升卷的问题 小鱼在这里说一下 有很多小伙伴都留言 在这个火花试炼第五章的第一层 是有一张六星直升卷的 不知道小鱼的实力现在打不打到第五章 如果小伙伴们有实力的话 一定要去打一下火花试炼 拿到一张六星直升卷 好的 我们也是非常轻松的就过关了 但是蓝度三的最后一张 最后一关是需要一个能量怪兽 能量怪兽咱们这边是没有的 可能一会儿要去打造一只能量怪兽才能打过去 好的 我们看一下下一关 速度试炼 速度试炼时可以使用暗黑欧布 咱们使用一个暗黑欧布 还是把装备给他换一下 好的 咱们开启挑战 这一关是挑战一个孟比优斯 直接来一发爱情光线 一个技能差不多他就挂了 好的 两个技能非常轻松 暗黑欧布果然暴力小伙伴们 二技能接一个一技能 直接带走怨灵鬼练鬼 这一关的奖励是一个卡牌礼包 好的 继续挑战 这一关我们再来挑战下力量型的 这边还有手筒奖励没有拿的小伙伴们 非常棒 这边我们选择雷阶多吧 这个游戏就是换装备比较麻烦 没有宇宙英雄换装备那么方便 好的 这一关是挑战佩丹尼姆之盾 来吧 先来一发二技能 他这个大招 打他都不掉血的吗 小伙伴们 他是不是无敌了 怎么打他不掉血呀 小伙伴们 来个四技能看一下 还是蛮掉血的小伙伴们 一个四技能打的他 基本上是没有血了 但是其他技能伤害的话就很一般了 好的 接下来是黑暗扎机 我们再来一个四技能 直接带走 也有雷阶多的伤害 还是挺高的 小伙伴们 好的 下一关又是能量试炼 力量试炼 我们来看一下英雄 同样这边还是可以选择到雷阶多 我们继续使用雷阶多吧 这一关是用两个Boss 一个噶次星人 一个电子哥莫拉 这个噶次星人的分身 他有一点烦啊 小伙伴们 好的 四技能好了 咱们四技能的伤害是挺高的 这个雷阶多六星之后 应该是非常非常暴力啊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六星啊 六星估计还要很久啊 六星需要非常多的等离子金破 等离子金破也是非常难弄的一个道具啊 哦 打完之后还有一个迪迦呀 这就有点难受了呀 这迪迦好像看上去很猛啊 小伙伴们 来 吃我一发四技能 还开启了闪耀模式 大家看到没有 但咱们雷阶多的控制还是挺平凡的呀 时间静止 好的 又把它控制住了 这个星期比上个星期打要轻松很多呀 这个星期我们的装备比上个星期好了太多了呀 成功过关啊 下一关的话就可能没办法打了呀 小伙伴们来看一下啊 下一关需要能量怪兽啊 小伙伴们 能量怪兽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啊 哇 咱们这边能量怪兽只有三只啊 一只是戈尔战 还有一个是金骨强 还有一个是魔王兽 磨个旁顿啊 哇 这有点难受啊 小伙伴们 戈尔战四星 金骨强四星 磨个旁顿两星 这个阵容是根本没办法打的呀 我们要不要把戈尔战升到六星啊 这戈尔战怎么样啊 战斗力 把它升到六星 有没有办法过这一关啊 有没有小伙伴给小鱼一个建议啊 这个魔王兽就不考虑了呀 魔王兽短时间之内 是没办法把它升到六星的呀 小伙伴们给个建议吧 看是升金骨强是戈尔战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